來啦 秋風 不信邪 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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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打 打 掉頭 再來打凋零 那個 欸 沒掉 再打一隻凋零 我就不相信沒有 凋零骷髏 來吧 你的頭 頭啊 頭 有沒有頭 欸 沒有欸 我竟然打到一組骨頭了 嘿咻 嘿咻 有了一顆了 再兩顆我就可以離開這裡了 好啦好啦 我們打到三顆頭了 我們終於 又可以挑戰凋零了 拜託這次 該掉的東西就好好的掉出來齁 好囉 我們一樣釀了三罐藥水 然後去地獄 一樣在地獄打嗎 還是因為在地獄打 所以 所以沒有出 那我們這次改變戰略 對 我在主世界打好不好 現在怪東怪西喔 好了 我們 凋零 再來一次啦 我怎麼覺得我 一直在打凋零 噔噔 噔噔 噔噔噔 來了 噔藥水 噔到你了沒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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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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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嘿 它飄出去了 不要跳 不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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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跑這麼遠我打不到你 我要吃金蘋果了 快被他弄死了 嘿咻 血在恢復中了 不要恢復這麼快好不好 嘿咻 嘿咻 給我下來 下來你站 跑太高了啦 跑太高我要怎麼打 欸欸欸 這次錯了 這次錯了 這次他跑太高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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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可以 可以了 抓到了 抓到了 嘿咻 嘿咻 來喔 來 硬碰硬的衝擊 嘿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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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呦 快不行了 快不行了 吃金蘋果 硬碰硬的衝擊 來 再來 嘿咻 嘿咻 欸打不動了 打不動了 藥水噴下去 嘿咻 嘿咻 抓到了 嘿咻 啊 四分之一了 可以 可以 一回生 二回熟 嘿咻 嘿咻 掉吧 欸 有掉了 凋零萬物 好久不見 欸為什麼 之前不掉 為什麼之前不掉 為什麼之前不掉 現在才掉 搞得 搞得 我打得這麼辛苦 不是應該說 搞得我要多打一次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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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就好了齁 終於可以領任務了齁 哇 我們領我們的真相 越來越近囉 領兩個終界水晶 終界水晶 要幹嘛 這個 玉髓杯包 欸 玉髓杯包 感覺好像 比較好欸 比我這一個爛杯包 我現在一直都在用 爛杯包嘛 看一下 換上我們的 玉髓杯包之後 哇 變大了 變 大了 欸呦 欸呦 可以喔 好的 我們離我們的 真相 越來越近了齁 這一個應該 要去打什麼 呃 換魔師 是不是 換魔師的話 欸 對啊 換魔師要怎麼辦 我有一個製圖台 我去把村民用製圖台 換地圖 看有沒有神奇的結構好了 欸我這邊 有一個村民長大了欸 欸 他有什麼東西 喔 終界面紗 欸這本 好像很棒欸 沒有理由不換對不對 這裡有我很多綠寶石 我都是用黏土球 跟他換的 這樣子一換換換換換 就可以換到很多綠寶石 對 就在這裡 然後 這下面 就可以挖到很多黏土球 所以 就一直挖上來跟他換 我要跟他換一個 終界面紗 啦 終界面紗 附在頭盔上面 我看到終界使者 也不用緊張嘛 之後 之後應該是去打終界龍吧 這種 這種態勢 感覺就這樣子 來跟你換一本 終界面紗齁 有其他的用 書櫃 幫你 突破新手 說不定 欸 我現在沒有綠寶石喔 我本來想說 說不定他還有 他還有其他的 等等等等 把這個書櫃 都打爛 都打爛 都打爛換成書 然後書 再去換綠寶石喔 嘿嘿嘿嘿 計畫通 計畫通 欸我這邊 第二本書是 那個欸 尖刺附魔 應該 不需要了吧 應該不需要附了 那個 我等這個小村民 長大之後 他就職 然後 跟他交易出 那個 不一樣的地圖 對 不知道他能換出什麼 什麼 什麼神奇的結構 喔我的 村民 長大了 在這裡 我來跟你換 欸 不夠了 啊用地圖換啦 換換換換換 脫離 新手階段 欸 冒泡吧 不知道他會有什麼 地圖 欸 他有用嗎 欸來了來了 海底神殿 探險家地圖 這個 我不要 用玻璃片換 有囉 換完囉 嘿 這裡又有新開的地圖 終界城堡 終界城堡是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啊 對啊 什麼東西啊 這就是我要的 新東西 對不對 來來來 跟你換跟你換 終界城堡地圖 什麼東西啊 看一下好了 欸 我在這個下面的角落 他要往上走 喔 那下面還有什麼嗎 終界城堡 呃 什麼 冰 冰雪 動員 探路者地圖 啊我這邊就是冰雪動員 到處都是冰雪 好不好 這個終界城堡 我應該要去看一下 對不對 我先傳送到我的 海底神殿這裡 看一下 欸 所以就在海底神殿 和 那個 呃 我的雪屋 中間 那 我的 元素工坊 元素工坊 喔 跟元素風工坊 差不多平行欸 那 動土之家咧 喔 所以就是往 動土之家往這裡 直直的走 就會 遇到了 欸 有喔 在這裡 這裡 直直的走 這個 我點這麼小 感覺就要走很遠 欸 那我們去 地獄走 好了 感覺要走很遠 欸 秋風準備好了 帶上我們的傳送石碑 和黑曜石 從 地獄過去 我的點這麼小 應該是不需要太擔心吧 走地獄過去 那 然後 過一段時間 再立個碑嘛 對不對 這樣子 比較正確 走這裡 不是看這一本 大概是走到 這附近 可能還要再過去一點點 可能要走到這裡 不知道 我們走就對了 秋風一路走到 這裡怎麼不能插火把 一路走到 扭曲峻孤森林了 那個 我的傳送門 也消失在這裡了欸 傳送門在這裡 離這裡 好像也沒有很遠 好像也沒有很遠 對啊 應該要再繼續往這邊走 對不對 這樣才64 這樣子120 所以我也乘以8倍 也走了1000格而已 那個點這麼小 再走 欸我好像 走不太過去了欸 再過去就是要 又要電路 穿過一大片岩漿湖 也可以走這裡過去啦 不過這感覺就繞了一點路 我看一下目前齁 目前 有 大概 痾 這樣是100嘛 200 300 300 X8 2400 好像可以試看看對不對 好了秋風 準備好了 看這個點 會變成多大點 應該不可能一口氣就到了吧 我們 來了 欸 這個點 怎麼完全沒有變大 怎麼還這麼小點啊 會咻會咻 欸 很遠欸 然後點還這麼小 好像有變大一咪咪對不對 哇 看來還不夠欸 還要再走 一樣的距離 再更遠才能 才會到 這麼遠的還不夠 不夠就回收齁 把這個 整個地獄門 回收再利用 那個 繼續 繼續往 往這邊是西邊是不是 繼續往西邊前進 我現在又多走了 一倍的路喔 本來是在這裡嘛 這個扭曲峻谷森林 穿過這裡 到達這裡了 那個我家 我的傳送門在這裡 欸 欸 又一倍囉 這個應該 會更接近了吧 好的 我們再來 賭一次喔 希望這個點 可以更大 欸說不定如果超過的話 我也要走回頭路齁 欸 欸 這張地圖 欸 不顯示了 地圖被玩壞了 地圖不顯示 地圖你怎麼了 欸 欸 出來了 欸 變得很大了一點欸 欸 欸唷 欸唷 變大了 這樣子的話 我要先 先回到陸地 這個點真的很大 應該就在附近了 我超過了 過頭了 我們先努力的 挖到地表 看到雪了 看到雪了 到地表之後 繼續的行走 我們要往回頭路 應該是往這邊走啦 這裡 就是回頭路 在移動囉 很靠近囉 我的點 終於在移動了 不是那個小小的點了 欸 我的午餐盒 吃完了 欸 又吃完了 太誇張了吧 好好好 我應該要先回去一趟了 那個 欸 這裡有 神聖的祭壇 莫名其妙的祭壇 好啦 先回去 先回去補一下我的食物啦 瞬間 回家去 洞土之家 竟然沒東西吃了 好了 東臭臭西臭臭 這樣子應該 應該夠吃了吧 應該可以在我找到 什麼 終界 這個叫什麼 終界城堡 之前 就可以 就 就應該不會再餓了吧 呃 現在要往 往這裡 往這裡 走 唉唷 我的地圖 開始開了 喔 有 接近了 接近了 喔 有 太感動了 這樣子 我應該不用再看這個 股市地圖了吧 這個手拿的地圖 會到了 好了 我們越來越靠近囉 在地圖上已經可以看到 奇怪的東西出現了 什麼莫名的城堡 終界的城堡 它應該叫做前往終界的城堡 我們過去了 我們過去了 這裡這裡這裡 地圖看得到 我人還沒看到 好 好了 到了 到了 欸 在這裡 欸 真的是一個城堡欸 我的天啊 這是什麼 慢慢長路 完成挑戰 我墊幾個泥土過去齁 直接從這裡 侵入你 侵入裡面 欸 進來了欸 那這一張可以先收起來了 我先在這邊 立個杯好不好 立個杯 終界城堡完成 這裡 這裡有什麼特別之處嗎 欸 欸 有人嗎 欸 嘿咻 有人嗎 嘿咻 喔 這個城堡 忽然覺得 這裡好安靜喔 什麼人都沒有 人去樓空這裡有一本 幸運 幸運 幸運山 欸 人咧 是我 傳送回家的時候 那個 被消除 消除了嗎 哇 這一間 城堡 好大喔 可是目前 我什麼人都沒看到欸 呦吼 有人啊 好大間城堡 有人嗎 呦吼 人咧 呦 呦 呦 人 嘿 嘿嘿 欸 這裡 不一樣地毯 這裡有王座 後面有控制桿 欸 這個 這個是有問題嗎 撥看看好了 會不會有紅石機關啊 再撥再撥 好像都沒事欸 上面的咧 嘿咻 撥不到 嘿 嘿 嘿 有喔 嘿 有喔 嘿 嘿嘿 神奇的密碼 下去看一下 嘿咻 嘿咻 神奇的寶箱 神奇的 物品 其實這些物品 應該是有用的啦 譬如說我可以把這個提取出來 附在我的鞋子上嘛 對不對 應該是有用的 呃 都 都帶走 另外一邊也有一個寶箱 也是放 類似的東西 喔 喔 好喔 陰影保護 陰影保護什麼 不管他都帶走 帶完之後 我要回去是不是 喔 他回去是這樣子回去的喔 嘿咻 嘿咻 彈回來了 喔 這裡竟然還有紅石機關可以玩欸 那有沒有人可以玩 感覺應該是要有人的啊 欸 這一個箱子 喔 有一些吃的 吃的 帶走 能吃的都帶走 唉唷 我好像發現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房間了欸 這裡 這裡有一個 詭異的傳送門裝置 這個是不是我 尋尋覓覓在尋找的 欸 欸 這裡有一本 有一本書欸 唉唷 英文的 我應該要來看一下齁 我正在寫這一本 這個文章 在我離開這個 該死的城堡之前 那個 國王 阿里克斯 那個 已經死了 所有人都死了 每個人都死了欸 大家都死光光了 我是 測驗門戶的 領導之一 Leader 據我所知 現在我是最後一個 活著的成員 喔 他寫下這一個書之後 所有人都死了 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這邊會有一 一直有暴風雪 是不是 嗯 這該死的傳送門 沒有照 預定的工作 喔 根本沒有 全部都沒有 喔 就是他們做出這一個 傳送門 然後把 整個世界改變了 喔 故事背景是這樣子喔 他應該把我傳送到其他的城堡 但是他沒有 三週前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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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第一支遠征隊進去了 卻再也沒有回來 那兩個星期前 高的 黑的怪物 有著紫色的眼睛 這在說安德嗎 開始從傳送門爬出 喔 在城堡肆虐 我們設法阻止了這些怪物 但是很快的我們發現 他們 他們就是 遠征隊探險隊的成員 面目全非 這些怪物無數次 襲擊城堡 直到我成為 活著的唯一人類 喔 所以 過去的人 統統變成了安德 然後再回來 回來抓我們 我設法 摧毀了動力核心 將所有該死的眼睛 從眼眶中 撕了出來 就 就我活著而言 我的目標是 永遠隱藏它 所以 沒有人 可以對自己 施加同樣的詛咒 喔 這個 眼睛都被他拔掉了啦 所以我一直搜 找那些眼睛 這裡 找這些眼睛 就是為了 重建這一個 傳送門 然後到終界 把終界龍幹掉 就 Happy Ending 世界恢復和平 沒有山 沒有羽靈 沒有水 水什麼 水神廟能阻止我 因為 只有我能阻止 這種混亂再次發生 如果你 站在這裡 你可能已經得到他們 或 不 我不在乎 但要注意 不要進入傳送門 那個 他欺騙你 取下 榮耀和名聲 他說謊 唉唷 因為只有 死亡在傳送門外 如果你進去 死亡 將會是你的結束 完成 我應該要把書取下來對不對 這本書是什麼 呃 得任何 關心的任何人 無私的冒險者 哦 我不要聽你啊 我要過去打終界龍啊 可是我目前 缺最後一顆眼睛 對啊 不屬於這個世界 唉唷 我原本以為 這裡應該會有人 來阻止我 我應該有機會 砍到眼睛對不對 可是都沒人 那 現在要怎麼辦 要怎麼辦 快到了